这一消息来看到是新北市一名国三生 他的弟弟呢罹患有轻度的智能障碍 他靠送一年多来 有多次的遭到同学围殴拿球砸脸 好几次跟他弟弟的导师反应 没想到导师确实以他们在玩来敷衍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邵紫阳 这直播现在校园纷纷推广是校园反霸凌 但在新北市这一所国中呢 还是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一名国二男同学呢有轻度的智能障碍 但是却长达一年多来呢 是遭到班上的同学 有言语甚至肢体上的霸凌的一个动作 而他的哥哥在一次洗澡当中呢 发现了弟弟的背部怎么都是淤青呢 他呢事后呢弟弟是跟他讲说 因为同学在玩 但是他跑到学校的时候 跟了弟弟的班导师来反应这样子的状况 没想到班导师居然跟他回应说 我在上课不要打扰我 让这名哥哥相当的傻眼 那提上校长的校图反问 上课的部分是这样 因为那个老师刚好 目前我们初步了解是说 那个老师刚好在上课 那学生匆匆忙忙跑去 那老师是说 因为为了顾及全体全班的受教权 他说你等一下 我要赶快上课 你先不要来找我 有没有舒适的部分 我们还是要依照调查小组的结果之后 我们学校会重塑 然后重演来做一个处理 好校方式表示说呢 其实这名老师呢 任职有20年来呢 其实风评都还是不错的 但是对于这一次的一个霸凌的状况呢 他是表示说 认为同学是玩过头了 而且一切都是以爱的教育为主 希望同学不要有这样太超过的行为 但是针对了同学指控有霸凌的行为 甚至有欧帅 甚至拿篮球砸领的一个状况呢 还要进一步的调查 而校方在接获了家长的申诉之后呢 已经成立了调查小组 要调查究竟是不是这种行为 同时针对老师处理是不是有适当 也要进行调查 医生场最新主播 好 谢谢紫阳连线报道 稍后的完整内容提供给您